你很好吗 一定要追到杨学武 然后杀死他 冯小莲咬牙切齿恨死杨学武了 不过今天要看的是她的脑袋瓜 上头的这一团 啊不 是这一款发型造型 成了古装剧当道 被讨论的重点之一 我对你的情 绝对比杨学武多一千倍 多一万倍 要向冯小莲把头发盘在头上 不然就是头颗左右两侧后方 各扎一个环状发型 这是古代北朝流行发型 大十字发剂 或者是双环剂 不过古代戏剧 可带动了现代人的考古好奇心 就有人太有才了 整理出古代侍女整理头发 并非刻意夸张的证据 又长又黑的发柱 啊这不就是 《鹿顶记》里的神龙教主吗 林青霞顶的这一根非天遁地 对比一下北魏时期陶勇 无不 还真的有所谓的交叶贯发型 好粗的一条啊 我家的老爷就是陈祥富 这一下好了 梅谷后脑哨连接的这个 看起来像是辣的发型 在古装搞笑片 卫龙闯天官里不夸张 因为这是清朝女性的发迹 人家会这样绑 是有根据的 她的药要一两银子一瓶 很多求人家根本买不起 不然正经一点再来看看 许仙和白娘子 但是这个发型媲美格格的奇貌 这么大一片 这叫做架子头 古代清朝看得见 再不然倩女幽魂小倩来了 这跟唐三彩的陶勇发型 无形模 但是雷蒂嘎嘎的头 怎么也来凑一咖 其他的还有像这个头发 扎成短一点的小柱子 看起来很像Beebo 又像天线宝宝 不然还有倩女幽魂姥姥 这一颗打勾头 金胡忌 这也不是随随便便 就能绑的壮观又好看 古代的小姐妇女跟阿桑 真的不简单 碰上没有发教的年代 万一发量不够多 要这样砸起大大的发迹 恐怕不简单